位于中坛公路日月坛路段旁 这边有一座欧式风格的城堡相当吸睛 其实近期才刚溢住 买方还是以七五折的价格买下 美丽城堡被大自然包围 给人一秒错生欧洲山林的度假氛围 进入城堡柔美灯光 餐厅和卧室都走温馨路线 英格兰城堡位于南投渔池 总共八个房间 屋里三年 今年开价一亿两千八百八十八万 在十月时售出 价格是九千六百八十八万 等于是七五折 也让买方一元饱主梦 在台湾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特别的物件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网红的打卡经典 房仲指出买卖双方 接触将近五个月 这段时间起码有十足以上的客人 对英格兰城堡有兴趣 最终被台中某传产企业主买下 而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无法出国 下半年国旅热络 不少城堡型建筑的民宿 备受市场青睐 不止英格兰城堡 今年九月 范渣兰庭园民宿 以3770万元成交 清静黑森林庄园 7800万售出 另外农庄日式会馆 卖出9000万 至于台中外谱的 彩明楼休闲民宿 则是3600万 云林谷坑浦园民宿 三月售出价格 4150万元 国旅回温 人潮往交外走 网红打卡城堡 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记者联员兵 王百一南投赛访报导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 在中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